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应对将近30亿人次的发送量 如今各个部门都是严阵以待 准备迎接一场春运大考 昨天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详细介绍了2019年春运形势和工作安排 预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9亿人次 比上年春运增长0.6% 其中铁路4.13亿人次增长8.3% 民航7300万人次增长12% 水运4300万人次与上年基本持平 预计道路客运24.6亿人次下降0.8% 道路客运的下降受到了高铁通车里程持续增加 民航航班加密和私家车出行量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 今年的春运民航旅客的运输量将创历史新高 春运的热点仍然是重点旅游城市和外出劳务人员输出的城市 今年春节较去年提前了11天 这意味着在春运前期可能会迎来物工流 学生流 探亲流等客流的叠加 使客流呈现出前紧后松的特点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 用增 分 连 优四个字概括了解决方案 增就是增压运力 分就是分散客流 连就是连运连动 然后就是优 优化服务 对于车闹 机闹 霸坐等行为 相关部门表示 将依法严厉惩处 去年春运期间 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数十万名旅客滞留海口 今年民航局在吸取去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加强对天气情况的预判 根据天气情况 及时编排和调整航班计划 据天气预报 春运期间 乌鲁木齐 哈尔滨 昆明 重庆 这些地区将有降雪 多云 以及低能建度 可能会对这些地区乃至全国的航班正常 将要产生较大的影响 马上就要到春运了 随着各地高校和施工建设单位的陆续放假 这铁路上的客流也在不断地攀升 那么为了保证旅客在回家的途中 饮水 洗手等能够正常使用用水 那么铁路上的水工们也是忍受着严寒 行走在站台和轨道之间忙碌地工作着 上水工增益领着工友们步行至十二站台 等待列车进站 当天天降小雨 湿冷刺骨 曾义的手动得通红 这个指示灯全满的时候就显示水已经下满了 它的水会从这里漏出来 很多时候动车只停站几分钟 上水作业就显得尤为紧迫 在两个水箱之间作业 曾师傅必须保持奔走 因为春运即将到来 桂林站增开了26趟动车和两趟朴素列车 增益的工作量随之增加了许多 上水这个工作看似简单 实际上它是个重体力活 我们的水井里面水管有50多岁 我们每天要拉着它上水来回跑20多趟 为人让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各铁路局集团公司优化改造 提升质量迎接2019年的春运 去年四季度以来 昆明局集团公司深入推进车站畅通工程 昆明站改造后 验证通道增加到16个 乘计列车后车室增加400平方米 同时对车站商业布局进行优化 把更多空间留给旅客 大理站则将后车室面积进行了扩充 扩充后大理站后车能力比之前翻一倍 最高峰可容纳5000人同时后车 为春运期间动车重连开行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返向春运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铁路部门对部分回空方向列车车票 实行打折优惠 助力旅客返向春运与家人团圆 春节前后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 共有三趟列车推出打折优惠服务 另外随着春运的临近 也迎来了节前学生客流高峰 为方便学生购买春运车票 中国铁路南昌局采取学生团体票 网站优先集中办理 延长学生票预售期 预留部分学生票额等方式 保障和方便学生购票 1月17号上午11时38分 满载着欢声笑语的港珠澳旅游专列 缓缓驶离南昌西站 这是南昌铁路旅游有限公司 混合制改革后正式运营的首趟旅游专列 未来它将为游客提供更多元的旅游产品 更独特的旅游体验 游客在旅游列车上赏美景 品美食 休闲娱乐 办公会友都将成为可能 春运来临旅客数量激增 车站内人员复杂 那么出行路上就格外需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了 尤其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月17号 民警在天津火车站巡逻时 发现有一名可疑男子 紧随一名携带着大包小包的男旅客身后 趁检票人多拥挤时 爬窃旅客财物 民警随后将该男子抓获 经询问该男子为张某 今年74岁 对爬窃旅客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 依据相关法规 张某被天津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月15号 南宁东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旅客报警称 自己在候车厅里候车时 从一名男子的手中以200元加上自己的一部手机 换购了一部假手机 而那名兜售给他假手机的男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民警很快锁定了兜售模型机给旅客的嫌疑人陈某 并于17号在南宁市区内将其抓获 经查 嫌疑人陈某先通过低价出售真手机的方式 取得市主信任 等收到财务时 再趁其不备进行调包 用假手机来骗取财务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近日江西上饶一名男子久后来到上饶火车站 想要无票强行进站 在遭到车站工作人员拒绝后 该男子不仅对车站工作人员进行追打 还用脚将车站验票设备踢坏 车站工作人员随后向派出所报警 经了解 该男子名叫陈某 因心情不好喝醉酒 而故意无票强行进站 目前铁路警方认定陈某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 并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随着客流量的增加 旅客丢失行李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近日在济南火车站 安检值班员发现安检仪出口处 一个跨包长时间无人认领 通过广播 一名男性旅客匆匆赶来找回了跨包 记者了解到 在济南火车站 现在每天都能达到50余件物品被遗忘在安检处 对于遗忘的行李 大多数旅客都能通过广播及时地领走 但仍有小部分行李没有被领取 在此 车站工作人员提醒 旅客通过安检后 一定要检查自己的行李是否齐全 乘运将至为了营造良好的出行秩序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也在持续地开展打击导票 《猎鹰2019》专项行动 查破一批制售假票导票的案件 近日 湖南齐阳铁路警方在工作中发现 有人通过网络高价导卖火车票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购票秩序 经过侦查 警方在齐阳县下马渡村 一出租屋内将嫌疑人梁某抓获 民警当场缴获用于作案的电脑主机两台 手机四部和抢购的高铁车票近100张 据嫌疑人梁某交代 他通过租用抢票软件的方式进行恶意抢票 之后每张车票加价80到100元不等进行倒卖 据悉 从去年12月开始 梁某利用抢票软件倒卖500余张车票 非法获利2万元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近日 南京铁路警方也侦破一起 制犯假火车票案件 还有吗 还有吗 接着找 你别跟着发败 涉嫌制犯假票的男子姓张 民警现场查获假车票82张 半成品火车票1460张 有假公张669枚 仅仅半年时间 嫌疑人就获得不法收入数十万元 1月14号 郑州柳州两地铁路警方联合出击 派出30余名警力 成功捣毁一制犯假票窝点一个 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当场扣押假火车票成品400余张 假火车票半成品1万余张 以及制假火车票电脑一台 等一大批涉案物品 据嫌疑人交代 他们通过微信QQ等聊天软件 兜售假火车票 在接到订单后 通过快递的方式送至购票人手中 目前犯罪嫌疑人 已被郑州铁路公安处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案正在进一步查办中 当下带着宠物开车出行的人不少 但是宠物在车内不安分 妨碍车主驾驶的就很危险 最近四川税宁民警 在社会站立行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位车主 怀里抱着一只小狗 给行车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你应该拿个东西装起的 我拿着拋来进去 我进去 是不是 来来来来 这是刚事工作上 这种带狗的情况 还比较普遍了 现在 你假设它有的时候 它会反正也踩油门 才刹车也好 这种都容易发生 交通事故 在宠物狗应该有一个那种 比如说应该做好安全设施 安全防护 比如说应该有个狗笼子 或者一个盒子 或者双钱 我拿着来进去 边开车边抱狗 即便是不抱着 任其在车内上蹿下跳 同样会使驾驶员分神分心 那么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 还真不少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去年在江苏常熟 因为抱着宠物狗 而发生的一起事故 感谢 hat 握写 斩ara 宠物狗 Exhale 这么着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慢的高7497次列车运行时间只需要49分钟 最慢的高7455次列车运行时间需要1小时18分钟 商务座票价213元 一等座票价113.5元 二等座票价70元 我现在是在浙江省的千岛湖站 那么旅客乘坐航荒高铁 从这一站下车之后 从出站口出来之后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这样一个穿梭巴士 旅客乘坐这辆穿梭巴士 既可以到达千岛湖的酒店 也可以到达千岛湖景区 它大概是通行时间是30分钟 票价是15块钱 那么接下来我将乘坐这辆穿梭巴士 带着大家到千岛湖景区去看一看 我们一起上车吧 千岛湖位于浙江杭州淳安县 湖中形态各异的岛屿1078个 平均水深约30米 能见度达9米以上 据千岛湖公司数据显示 每年吸引着1000多万游客 从世界各地到访 刚从那边过来游玩的 千岛湖的这边坐的这个游船 也划了这个溜溜索 还看到千岛湖的鱼 千岛湖的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为千岛湖的水非常的好 在千岛湖您可以在眉峰登高懒盛 在月光岛铭记爱情浪漫 在桂花岛与喉喺 在渔乐岛看群鱼共舞 在龙山静观海瑞遗风 我现在就在千岛湖的主景区龙山岛 那么这个岛是地处半山腰 从空中俯瞰就像一条苍龙 俯卧在千岛湖上 那么千岛湖是由当年修建 兴安江水电站而形成的水库 那么当年为了修建这个水电站 在1959年的时候 曾经是淹没了两个老县城 那么在我前方的这个水面的下方 就是当年的淳安县的老县城 当时是有30万移民 从龙山涉及而上 这里就是海瑞池 海瑞在千岛湖所在的淳安县做过县令 为官清廉 爱民如子 所以在他离任的当年 当地老百姓自发集资修建了这座祠堂 在整个海瑞池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淳安的工艺三绝 就是木雕 砖雕和石雕 内容就是海瑞在淳安任职期间 发生的一些故事 有平反冤狱 徒步上任 节俭为母作寿 那么这一组是海瑞在离任的时候 老百姓为他送行的一个画面 水是千岛湖之灵 岛是千岛湖之魂 那看完了美景之后 再来说一说美食 千岛湖位于浙江省境内 所以鱼类资源非常地丰富 野生放养了一百多种淡水鱼 由于水质好 这些淡水鱼做出来的美食 就更加味美鲜香 我们从福建福州来 我们那边都是吃海鲜 到这边以后 这个河鲜淡水湖里面养的鱼 非常的口味非常好 细嫩 可口 也很适合我们来吃这个鱼 我们专门来吃今天晚上的鱼头业 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胖头鱼 又称雍鱼 其鱼头各大肥美 新鲜黑亮 无土腥味 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营养价价值很高 千岛湖鱼素有异鱼多吃的说法 大概有哪些吃法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比方说这条鱼的话 就可以来分成好几部分来做 鱼头可以烧成白汤 红汤 剁椒 红烧都可以 鱼身子的话可以做溜鱼片 做成红烧鱼块 做成鱼米 鱼丸都行 我看还有鱼尾 鱼尾是怎么做的呢 鱼尾一般都是葱油 红烧 记者看到厨师首先做的这道菜叫番茄鱼头 将鱼头用沸水清烫 炒锅烧热 滑油 下入鱼头略煎 再加入开水 葱 绍酒 用旺火烧三分钟 再加入精盐 胡椒粉 鸡精 西红柿等 烧炖入味 而这款剁椒鱼头 是鱼头上加入秘质辣酱 在高温蒸笼里大概蒸熟 最后呈现香辣鲜嫩的口感 当地鱼的烹饪方法有很多 有煮 蒸 煎 炖 焖 烤 煲 煲 火锅等 现在我点的这个一鱼多吃的美食 已经做好了 摆在我面前非常的壮观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三种鱼的做法 这个叫葱油鱼尾 这个叫番茄鱼头 这个叫剁椒鱼头 最引起我食欲的是这一款番茄鱼头 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非常的丰富 尤其值得提的是 当地的这种特色美食叫绣球菌 它的目的是提鲜 那么这些美食看着都让人 哎呀 忍不住想吃 目前这个消费应该说也不是很高 比如说就一家商口来说 好了啊 我们住一般那个民宿 如果住一晚 也就在这个300到500之间 我们这消费一般来说啊 一个人可能100块钱一天 可能也差不多了 怎么样 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是看着都觉得自己都饿了 除了美景和美食 购物呢 也是很多旅客出行的时候 可能会选择的一个行程 那么到了千岛湖了 到底有哪些特色值得买一买 看一看呢 我们再来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千岛湖景区呢 位于浙江省淳安县 那么淳安呢 自古有三雕 分别是木雕 砖雕和石雕 从南宋时期到现在呢 淳安三雕 已经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 我现在是在千岛湖景区的一家木雕店里 那么在这家店里呢 我看到了大大小小 大概有将近500多件的这样一个木雕作品 我看到它这个弥勒佛的这个面部 是不是和其他的这个雕工是不一样的 对 淳安的话 淳安的那个整个人物造型体现得特别云络 你看看这件货 它的整个领形 整个轮廓 就很云络 让人感觉就很饱满 淳安木雕鼎盯盛时期是在明清时期 设计奇巧 雕工精细 造型完美 尤其以利雕和漏雕建厂 现在淳安还留存着一定数量的 宋元明清传统木雕建筑和木雕艺术品 就是一个木头上面雕一个米洛福 这个鱼挺好的 关锂鱼嘛 这把给带回家去 这个价格大概多少钱 900多 挺好的 能够接受 顺着景区市场继续前行 在最里边 记者找到了千岛湖鱼博物馆 这是国内第一家专业的鱼文化博物馆 这里不仅有千岛湖 114种鱼类标本 还有体重达130多公斤的水中活化石 大巡鱼和上亿年前不同时期的鱼化石 容知识性体验性观赏性为一体 一进这个博物馆 首先映入我眼里的就是这样一条鱼王 非常的震撼 那这条鱼王据我们了解 是在2005年捕捞上来的 它的体长是1.58米 体重是达到了75.5公斤 那当地人告诉我 说这条鱼当时捕捞上来的时候 是4个人才把它抬上来 由中央逛幕电视总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制作的 5集电视专题片《资本的力量》 在财经频道晚间8点到播出 昨天晚间是播出了 第5集《未来之光》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 第5集的精彩片段 汇丰前海证券 是中国内地最年轻的证券公司之一 也是第一家外资控股证券公司 它由汇丰银行 和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合资成立 我们希望的是把汇丰的 在海外的一些的产品 一些的经验 一些的做法 用到我们这一家公司 所有的都是参照全球的最佳的标准 中国新一轮的开放 从现代金融服务 到现代金融贸易 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 到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中心的上海 吸引来的不仅仅是证券公司 还有海外著名的投资机构 2018年10月24日上午9点20分 青道海尔地股股票 在中欧国际交易所挂牌上市 海尔地股发现2.65亿股 募资2.78亿欧元 股票代码690地 在中欧国际交易所地股上市 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 更重要的是 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中国的企业在欧洲成为上海公司 按照欧洲市场的监管 来进行信息的披露 满足各种监管要求 也使得我们中国企业的透明度 进入提高 也使得欧洲乃至于全球的投资人 对中国企业的信任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 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 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 它的体量和速度的变化 越发引起全球资本市场的关注 这是一场A股 将被纳入 富时罗素指数的新闻发布会 富时罗素 是全球第二大股票指数公司 目前约有16万亿美元的资产 以富时罗素指数作为跟踪标的 纳入富时罗素指数 展现出中国A股市场 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 全球化资源配置 核心是取得国际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 而只有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 才能不断为中国走向世界铺平道路 资本的力量 助推着国家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 资本市场将依托改革开放 继续助力中国经济 龙阳早见笑听说看不够 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脱口秀 我是龙阳 最近一个月以来 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等过年放假 但是有个问题 其实比抢票还难 就是到底过年回家 给爸妈送什么样的礼物呢 对吧 不送 不孝顺 送了不得劲 礼清情不重 礼重荷包就清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春节回家到底该给爸妈买点啥 其实不少人在给爸妈送礼物 事实上都踩过坑 你看给老妈买了个美容仪 一年之后发现新的 给爸妈买了泡脚盆 到了现在成了装米装菜的筐子 给爸爸买了羽绒服 人就是不穿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 照样爱批评 家里也太小了 这个机器人他遛不开呀 反正就是你一颗孝心 赶天动地 无奈选来选去 总被嫌弃 叫他送来洋酒 洋酒我不喝的 因为充电宝我用不着 我天天回去把这个叉子上面一充 也不像他们出去上班 整个一天在外面 他说都是保健面 保健面我不太喜欢吃的 一般性我们年纪大的人 一路三餐 是不是能吃得下就可以了 我女儿说让我到金律师那人 去玩一趟 我说那人多的地方我不想去 比如说空气净化器 他买的非常高级的 但是我们是不是老人呢 不需要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说 我窗户一直开着 我是通风的 我如果关起来就是用这个 我还感觉到透气都不好 跟我买的那个皮鞋呢 很贵了 一双皮鞋有很 那个四百多块钱 是年轻人穿的 我觉得我不太会穿出去 因为那个皮鞋底呢 不像我们老年了要防滑 学来买了以后 我放在那个鞋库里 自始至终没穿 看看 不是说的就跟自家爹吗 说的话一样一样的 浩浩说他就要来个实际点子 给爸妈买一个最新的手机 最新款 对不对 手把手把他们交汇了 一听我们全团队就吐槽他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就不知道 有多少人为了教爸妈用手机 差点心梗啊 好不容易交汇了 是吧 经常接到各种电话 儿子 我那淘宝密码是多少来着 那微信群怎么进来着 你能帮帮我 不过黑龙江的一个小伙 特别有担心 他亲手画了十四页的教程 来教自己的老妈 如何用智能手机 贵州一鸣大人的女生 也是做了一张示意图来教 我们来学习一下 手绘图一共有四张 主要内容是介绍智能手机的基本操作 比方说怎么打电话 怎么存号码 怎么开关机 怎么认识手机图标等等 手绘图图文并冒 用不同颜色细心标注 使用说明也通俗易懂 包含满满爱意 确实满满都是字 也满满都是爱 要是没这手艺怎么办呢 只能给爸妈发红包了 毕竟没有什么是一个红包 挤挤不了的 当然大家给红包的理由 也非常的充分 你不说 也不知道送什么合适 那给钱比较省事 每次他们都嫌我浪费 那我给钱好了 钱不浪费 也有人说了 给钱可以说明 我在另外一个城市过得不错 这种可以不用担心 但是也有人觉得 红包不能代替礼物 只有对一个人不在意 你才会给他自由 如果你很在意 你就会给他一个具体的礼物 可以啊 只要你发的红包足够大 就买什么都能自己买 我觉得可以吧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 自己挑不出礼物要送什么 所以只能就发红包 因为现在我觉得是互联网时代 所以我觉得会比礼物显更快捷 我觉得红包可以代替礼物 如果是礼物的话 就一定要好好挑 不然就可能对方会不太喜欢 但你如果红包的话 他可以拿去自己买 自己想买 我觉得不能吧 因为重要的不是 这个送的东西价值是多少 关键是看着心 我觉得红包不能代替礼物 因为礼物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份心意吧 但是红包就感觉 只要有钱 就能给他开心 给他幸福 我觉得比较肤浅 红包到底能不能够代替礼物呢 当然不能了 是吧 你送礼物 可以理清情义重 但是红包到底给多少分是呢 如果你也觉得 谈钱伤感情的话 想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心意 可以先从帮爸妈 做家务开始 只需要一双手 灵活的 笨拙的 都无所谓 要知道最好的爱 不只是陪伴 还有分担 你还可以陪爸妈唠嗑 找不到话题 吐槽总会吧 工作生活 路人夹一柄 总有能吐槽的 口头表达不行 你可以用书信的方式 记得一定要在上面 亲手写上一些真诚的话 如果你连画都不愿意去写 那你就画 你画出来 如果画你都不愿意画 那你就找我吧 一个字一块钱 邮拆费字里 总之 一定要多沟通 多交流 要不然就会出现 短片当中 这样的情况 大伟啊 昨天回来啊 哦 天天啊 告诉爷爷 你要什么东西啊 爷爷给你准备 沛齐 什么是沛齐啊 我是鱼马 我有个沛齐 什么是沛齐 我问你们一个事 沛齐是什么东西啊 猪 什么猪 小猪 猫的 沛齐呢 是假的 动画片 什么动画片 那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 长的 就跟这个似的 不是这样的 这儿圆圆的 底的 这儿 这个我给孙子带着礼物 就宝贝 老人们如此用心啊 作为晚辈 我们真的应该 好好地学一学 其实不管是花钱 还是花时间 送礼物 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作为一位媒体人 我发现 套用传播学的原理 原理其实就能够搞定啊 第一点 是社交货币 指的就是说 人们在圈子里的谈资 其实就是炫耀的资本 哎呀 你看看我闺女是吧 非要给我买这条粉色的围巾 做流行这个 50多岁的人了 流行什么了 是吧 你看 她有可以聊的话题 她可以去秀 可以去炫 能让她们戴得出去 所以可以推断羽绒服 毛衣 这种穿在外面的 就比穿在里面的 像保暖内衣 还有戴在裤头上的 腰带要强 比如说保温杯 它就比紫砂壶要更强 那第二个礼物的标准 就是要有情感共鸣 也就是说 东西的不一定贵 但是它要带着情绪 带着感情 带着回忆 你比如说 我爸是个军事迷 我就托人呢 给他弄了一个军舰模型 哎呀 给他感动坏了 有空没空观摩一下 两眼放光 或者是把爸妈 年轻时候的合照 印到马克杯上 其实花得了多少钱吗 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这个心意是无价的 总之你要拿出 感动男朋友和女朋友的 那个劲儿去感动他们 第三就是要有实用价值 切记一点 我们的口号是 送到心里 那才是真的孝顺 爱跑步 送鞋 爱养鱼 送钢 爱唱歌 送普 靠谱不 要知道老人心里想什么 那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内心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呢 我要的主要是 就是厨房的那些 那什么 那个烤箱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他 您需要一个烤箱 我不想要的花钱 我什么也不要 我不需要 我实际现在没有什么要想要了 我们不好意思给他开课 我也不回来跟家 您又替我买个皮带 替我买个名牌 这也不好说 要啊 他们要买就要吧 不要不买就算了 还不一定是物质的 比如说 你每年给我订个两份报纸 那就很好 不要他的东西 要他的心就可以了 我最想受到 要他们经常来关心关心我 没心情 经常没力 把他们当个帝 我来玩耳一下 上修天来看看我们 我们也很高兴了 不成熟吗 孩子回来看看我们 就可以了 来一个星期 来让他一两次 正常保持下来 就可以了 他们要的总是很简单 对不对 我们总担心送的礼物 爸妈不喜欢或者怎样 但背后的真相 可能真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在韩国电视剧请回答 1988当中 有这样一个情节 女儿结婚之前呢 送了一双皮鞋给爸爸 尺寸呢 有鞋大并不合脚 但是老爸不想辜负 女儿的心意 就没有说出来 依旧穿着去参加了婚礼 家人看到之后呢 就在老爸的鞋子里 塞了纸巾 防止他把鞋走掉 等到女儿在婚礼上不小心 发现了爸爸皮鞋当中的纸巾时 瞬间泪崩 皮鞋虽然不合脚 但是儿女的心意 对父母来说就是最珍贵的 所以礼物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选礼物的过程当中 你重新了解了爸妈 比如说因为想送鞋子 才发现原来爸爸 42码的脚早就变宽 需要大一码才能穿着舒服 因为想送足语筒 你才发现困扰老妈的 其实除了老寒腿 还有腰疼的毛病 而那些不合适的礼物 也是我们试图去爱父母的见证 所以不要担心 他们会不喜欢 不满意 会吐槽 会抱怨 其实嘴上说得再凶 心里那满满都是爱 所以不要犹豫 大胆地打开钱包 在这个时候 让过年的礼物和爱的心 来得更猛烈些吧 好了不要走开 接下来进入话龙点睛 我们来看看本周 都有哪些新鲜事 最近一段六岁小哥哥 霸气护卫的视频走红网络 视频当中 妈妈怒气冲冲地准备 要惩罚犯错的妹妹 六岁的小哥哥 勇敢地将两岁的妹妹 护在怀里 让妈妈不要打妹妹 打自己 妈妈说 这是未来的感情 一开始并没有这么好 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他俩成为了一对老铁呢 你看看这谁用脑锅出来 你打我妹妹 出来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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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还能吃吗 你看看 出来 你打我妹妹 打我 打我 你就打他 他犯罪了 我打他 打我 别打我妹妹 打你了啊 女儿是二十个月了 我儿子的话 其实刚过了六九岁生日 刚生完妹妹的时候 他也有点那种激触心理 换紫尿裤呀 或者是 给妹妹穿衣服 穿袜子呀 我们就会 刚开始就会 输导他去做 就是他帮助妹妹去做 然后慢慢的 慢慢的话 他这个就会成为习惯 他就觉得妹妹需要 他的照顾 太可爱了 是吧 不过我在想 这个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电视机前的妹妹们 内心戏是这样的 咦 为什么别人家的哥哥是上天派给妹妹的情书 而我的哥哥则是上天下给我的战书呢 从小打到打的兄妹也不少 那其实兄弟姐妹的关系好不好 可能父母的教育跟公平对待也很重要 这个妈妈确实 她的做法也给了我们一些不错的启示 来看下一条 最近的国外一家人 在后院试验自己做的火箭模型 当点好火 所有人都非常的紧急 要撤离现场的时候 这小男孩发现了火箭旁 他的猫在傻傻地待着 千钧一发之际 善良勇敢的小男孩冲了过去 冒着生命危险 把自己的猫救了下来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所有人 自己看吧 那就是让所有人笑喷了 对不对 还好猫咪被及时暴走了 不然以这只火箭 它发出的巨大威力 我估计这猫能在旁边睡着了 你信不 我猫咪一打哈哈钱 我之所以不走 其实我早就看穿了这个小玩意儿 就凭你们的本事 它能跳起来比我高才怪呢 下一条 春节临近 四川乐山一户人家呢 将香肠挂满了十米长 两米高的阳台防护栏 远远看去就像窗帘一样 太土豪了 看那个样子好吗 上千斤的 四千多猪都不止 这个好点感觉太夸张了 哎呦我还以为是装帅 这家一天就像是一家道 很高龙的先生 也去 这是家庭英识吗 这是相当英识的 原来大户人家 都是拿香肠来当窗帘的 有这样的窗帘 你说晚上睡不睡得着呢 睡不睡得着我不知道 睡得很香是铁定的 这算什么 在四川谁家阳台上 还没个香肠 但重点是 人家阳台十米长啊 附近的猫 今晚还去那家吃吗 我吃得有点腻了 一个月前 一条四世同堂的视频 在国内火了起来 并且很快引起了 全世界网友的接力效仿 那么这些视频呢 基本都有一个同样的内容 就是老少四代人 在一声一声 妈妈的呼唤声中 依次出场 温暖幸福的场面 让人羡慕不已 谢谢大家 妈 爱 妈 爱 小妈 娃娃 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了这段视频都会想起自己的某位亲人 如果她还在也许我们也能四十同堂一声一声地叫妈 这个场面确实是太暖了 当然我相信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可能也会便于面临着催婚 快成全一下爸妈让爸妈也实现这个四十同堂的愿望 你赶紧生你赶紧些 此刻我们都在热切地盼着过年回家进屋能够喊一声妈妈 有一种幸福是八十岁了你还能有个妈 但是更多的幸福是亲情就在前方只要你赶快回家 好了接下来进入本周的龙羊请回答 我们来看本周网友都问了啥 网友花生极傲提问说 妈妈常说多吃鱼可以预防近视 请问龙羊小姐姐这是真的吗 你想一下你有见过猫戴眼镜吗 没有吧对吧猫爱吃鱼吃得多 传统认为吃鱼对眼睛有益其实是有几分道理的 因为油脂较多的鱼肉当中含有一种脂肪酸 其中的DHA能够有效地促进胎儿的视力发育 另外很多鱼体内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 它可以维持眼睛表面的睫毛与角毛的健康 一旦缺乏之后你会觉得眼睛很干涩 那有可能会严重的话得干眼症或者是夜盲症 专家就指出了 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更需要留心雷生素A的摄取 所以多吃鱼没毛病 网友东北小哥提问说 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做硬核 作为一个东北硬汉 请问怎么样来用硬核的方式表达我的思念 不知道各位听过这个词没有 硬就是软硬的硬 核就是核心的核 我觉得东北汉子表达思念 听啊 太懒 海呀 太咸 想你 思眠 见你 太懒 这可让我怎么办呢 想你想得我吃不下筷子 咽不下碗 怎么样 这个表达你能够get到硬核的感觉吗 最后一个问题 网友佩佩奇提问说 为什么做错事的时候大人可以打孩子 但是大人错了孩子却不能打他们 当然不能了 你想什么呢 孝顺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当然了 大人确实很聪明 你是孩子的时候 是吧 武力值不行的时候 讲不同道理是吧 打 但是等你长大了 武力值爆表了 我就开始跟你讲道理 因为我打不过你了嘛 孩子你要听话 就是听妈妈的话 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孩子 以上就是今天早见秀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收看 让我们下面明天早上的八点半 荣耀脱口秀 不见不散 这篇书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呢 特别适合小朋友 书的名字是德国注意力培养大化策枝森林 那这本书呢很有意思 它是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时间段 描绘了森林的各个样貌 比如说树上树下森林的横截面为角度 展现给孩子们看那些 平常难以看到的生物的各种状态 所以如果各位感兴趣 不妨拿出手机打开摇一摇 来参与我们的抽奖送书活动 每天我们都有50文好书免费相送 提醒各位留下电话和地址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的糊弄话题 个税申报发现信息被盗 我们该怎么办呢 第一位网友是叫银杏叶 他就说了 充分利用大数据打破不同部门的壁垒 信息共享 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 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少跑路 网友巧克力说 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 需要相关部门严把审核观 对所审核资料 不能只进行表面的审查 更要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进行严格的复核 另外相关部门应该做到信息共享 并定期更新 以堵住冒用别人信息 及信息过时的漏洞 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观看直播 参与互动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 再见 早上好 来看天气 最近南方的朋友 可谓是苦不堪言 因为从去年的12月开始 南方多地就开启了 雨雪多晴天少的模式 根据我们的统计来看 去年的12月1号 到今年的1月16号期间 贵州 湖南 江西 浙江等省份的 累计降水日数都是超过了半数 多达30天以上 可谓是历史少见 那省会级的城市当中 长沙 南昌 杭州等地 在这段时间的累计降水日数 都是打破了历史同期极致的记录 也正是因为雨多 在杭州往年过年饭桌上的鱼杆 从太阳底下晒 变成了室内电风扇吹 真的是逼得杭州人民 不得不使出大绝招了 那好不容易昨天江南华南雨停了 但是昨天夜间开始 新的一轮降水过程再度展开 那周末两天南方多地 依然是阴雨绵绵 预计要到下周二前后 雨水会陆续停止 太阳陆续上线 大范围的情好天气 会持续到下周末 这个雨过天晴 真的是让大家好一顿期盼了 那在气温方面 昨天咱们是进入到了四九 俗话说三九四九冰上走 说的是冷的 但是今年的三九 可以说是相当不给力 全国多地气温相比 长期同期是明显偏高的 而四九同样平淡 虽然说今后一周的时间里 就有两股冷空气来影响 但是对于气温的打压作用 非常不明显 多地的气温只是会小幅地波动 所以说四九期间 全国多地的气温 依然处在偏高的状态 总体平淡 北京多云零下6到3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零下24到零下9度 长春多云零下15到零下5度 沈阳多云转晴零下13到零下2度 天津阴零下4到4度 呼和浩特多云零下17到零下3度 乌鲁木齐零下12到零下8度 银川多云零下12到零度 西宁多云转小雪零下12到1度 兰州多云转小雪零下8到2度 西安多云零下5到8度 拉萨晴转小雪零下9到4度 成都多云5到12度 重庆音转小雪零下9到11度 南昌小雪零下5到10度 杭州多云转小雪零下5到11度 福州音11到20度 台北音转多云18到22度 南宁音14到19度 海口小雪零19到23度 广州多云转小雪零15到21度 香港多云转阵雨17到20度 澳门小雪转阵雨16到20度 北京多云零下6到3度 。 。 。 太阳大气的掋 一路上不停的奔逃 要在第一时间看到 把全世界都照耀 花儿踏起的珍藏 最美是她的舞蹈 要让第一时间盛开 让全世界都微笑 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 第一点是山下左右 和你心的中间 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 第一点是东西南北 和未来的身边 就在第一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